朋友您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2年6月7日,请允许我们先来鸣谢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鼓励我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开始我们的内容 今天的报点新闻跟复旦大学有关 该校有位沈教授点评乌克兰总统,说泽连斯基发表演说是经常给人一种他已经是地球酋长的感觉 美国、法国、德国似乎有义务也必须按照乌克兰总统的意愿投放自己的资源 看到这里时呢,真的是被震惊到 不过想想,似乎这沈教授说的是对的 泽连斯基连迈以色列议会时给自己老乡是当头一棒,说你们最好的反导系统铁拳为什么不提供给乌克兰 乌克兰上空每天都有50枚俄制巡航导弹飞来飞去 断巴斯前线每天有不计其数的俄罗斯火箭弹狠狠地砸过来 如果乌克兰拥有铁拳,多少平民可以免于离娜 泽连斯基总统本来不是今年达沃斯论坛的贵宾 但是因为战争,他获邀视频出席 面对给乌克兰那么多援助的世界各强国 泽连斯基没有一点感恩之情,反而发出连环拷问 说你们今年就买了100多亿欧元的俄罗斯能源 是给我们乌克兰援助的两倍,这像话吗 乌克兰到现在为止还在等待成为欧盟候选国 但是泽连斯基在欧盟会议上并不谦虚 他直接询问,我们乌克兰人在痛苦中呻吟 你们还在进口俄罗斯石油,你们不买俄罗斯石油就那么难吗 更过分的是,当欧盟老大世界主要强国之一的德国总统要访问基辅时 泽连斯基竟然拒绝 他说你们以前太随劲了,资助俄罗斯那么多 我不想你来,让你总理来,而且不要空手来 就这态度也确实没谁了 泽连斯基搞外交,竟然比美国总统还横 这哪是什么酋长啊,简直就是酋霸 乌克兰一个全国GDP比中国武汉市及下辖各县市总值海地 人均GDP仅仅4000美元 正在遭受冰灾的国家,他怎么会这么强硬 这么不讲道理,这么不给列强颜面呢 对此,沈教授确实看不懂了 不过,沈教授看不懂的东西还很多 乌克兰战争开始的第三天,沈教授做客B站观察者网直播室 兴致勃勃地对战争加一点评,怒斥美国宫火 力挺俄罗斯正义,并断言乌克兰撑不过三班府 时间过去了一百多天,不知道沈教授的脸是不是稍微的有点肿胀呢 当乌克兰居民顽强奋战,让俄军一个月都进不了哈尔科夫 基辅北面的三个集团军的官兵上演 杰杰列斯和东勇锦标赛 丢亏弃甲狼狈奔逃后,沈教授是脾气大作 发微博称,如果那些挺无的人说的都是真的 那莫斯科早就被拿下了 话音未落,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13000吨的导弹巡洋舰沉入了黑海海底 沈教授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西方政要面对泽连斯基的拷问连反驳移居的勇气都没有 40国联盟至今源源不断每天给乌克兰送去武器弹药 德国总理舒尔茨面对压力不得不宣布尽快提供火炮、坦克、防空火爆等重型武器 而欧盟几天前刚刚通过第六轮制裁决议 将于短时间内禁绝俄罗斯石油的进口 并将俄罗斯主要银行排除出Swift结算系统 同时,各国正要流水般造访基辅伊尔平布查会见泽连斯基 走的时候还要留下援助协议 泽连斯基非但没有人人喊打,反而是大获全胜 沈教授无法明白,泽连斯基的酋长乃至酋霸地位 并不是因为乌克兰拳头大而带来的 泽连斯基的咄咄逼人或者不假磁色 也绝非他个人休养不足造成的 因为泽连斯基的霸道背后是在战争痛苦中挣扎的乌克兰 泽连斯基的硬气则是建立在全世界主流文明的正义和善意之上 复旦是名校,是国之重器 竟然连这点常识都不懂是对复旦这个校民的侮辱 沈教授身为思想传播者却不知何为善良 我们正是从未见过如此不学无数之人 评论完此事,我们希望您可不要因为这件事坏了心情 我们还要接着分析今天的俄乌战况 今天的战况大致是这样 一,我们最关心的北断尼茨克战局激烈而胶着 两边打的是有来有回,暂时互相翻不出胜负 激战状态中该市的确切情况尚不清楚 领土的控制权也经常一手 二,伊九姆地区的俄军恢复了对斯拉维扬斯克的进攻 俄军七五二团再次对都夫干克进行了进攻 但是没有成功,据说斯维亚托尔斯克的无军已经放弃该战撤离了 从莱曼向西推进的俄军部队则取得了一些非常有限的进展 三,六月五日,哈尔科夫北面的无军进行了有限和局部的反击 迫使俄罗斯军队于六月六日集中精力守住哈尔科夫市以北的防线 但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四,南部赫尔松前线出现了顶着浴盆的T62古东坦克 但依然没阻挡这里的乌军往前推进 南方作战司令部称 又击毙了26名俄罗斯士兵并摧毁了实践装备 包括一辆坦克,六辆装甲战车,两辆汽车和一门榴弹炮 看着胜利果实不是很多 主要因为这里俄军其实并没有多少 五,乌克兰海军声称已将俄罗斯黑海舰队从乌克兰海岸推进一百多公里 可能减轻俄罗斯封锁乌克兰南部港口的压力 咱们来看这张富兰图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俄军单位在黑海西北面翻部很稀疏 显然是为了逃避可能的反舰导弹的打击 真理未必需要大炮的射程 但驱逐邪恶的大炮肯定射程越远越好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在俄军最近的猛攻之后 他们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喘息 以恢复受损部队的战斗力 并且补充大口径火炮的弹药 俄军缺乏兵力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 原本他们可以从波帕斯纳向西北方向突进 切断从巴赫木特到立昌斯克的乌军运输线 甚至拿下塞福尔斯克 从而彻底包围立昌斯克、北断尼茨克乌军精锐部队 但这一切都因为俄军没有足够步兵而成为了水中捞月 最近的消息是 波兰援助给乌克兰的240辆经过改装的T7R坦克 正源源不断开往立昌斯克 这样俄军彻底拿下立昌斯克、北断尼茨克的希望 现在就更加的渺茫 原本俄军还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在伊九姆地方获得突破 攻占斯拉维扬斯克 但是俄军已经在伊九姆植住了三个月之后 我们现在不太相信俄军能搜刮到更多兵力 加强这里的进攻 即便他们能通过天游战术稍微加强一下 这里已经十分疲惫的俄军的战术营 难道乌军就不会获得援军吗 所以时间一天一天的流逝 俄军在伊九姆甚至整个段巴斯东北部 获得胜利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据传俄军总参谋部下达的命令是6月10日拿下北断的此刻 现在看来这个目标肯定是达不成了 俄军达不成既定计划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他们5月9日胜利日一样毫无作为 俄国人要么撤军要么继续打消耗战 可即便消耗战他们也很难耗得过 每天都在越来越强大的乌军 最后咱们来分享两条不是新闻的新闻 俄罗斯第29集团军司令别尔德尼科夫中将的车队 在遭到事先设服的无军袭击后 中将在混乱之中急忙指挥卫队应战 一番激烈战斗后卫队被击溃 别尔德尼科夫中将在袭击中战亡 目前俄罗斯方面还没有对别尔德尼科夫中将战亡一事 做出证实或者评论 暂时还不能完全确定该消息的真实性 另一条也是我们关心的一条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 有2500名乌克兰军人来自马里乌布尔德亚素钢铁厂 现在被拘留在乌克兰东部的断涅茨克和卢干斯克地区 这是一则旧吻 但首次获得了总统的确认 泽连斯基称 行动的第一阶段让士兵活着离开亚素钢铁厂 已经实现了 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把他们活着带回家 乌克兰没有忘记这些士兵 即便他们已经暂时失去行动的自由 但因为他们的淤血奋战在马里乌布尔立下的功劳 乌克兰人民一刻也不会把他们忘记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